- 光,我去吧! - 好! - 十七的四 大家晚安 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左維的組隊分析 先提醒一下 這幾天跟朋友討論後 我決定開始練習加快語速 因此從這部影片開始 我講話的語速會跟以往影片有點落差 最近我開始會規範影片的時長 我會希望剪評類的影片能在15分鐘以內 組隊分析能在12分鐘以內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我常常會刪減不少文字稿已經有的內容 有時候甚至連我有沒有講過都忘了 因此影片有些片段可能會讓人覺得接得不順 後來想想加快語速才是最實際的方法 這樣子才能在維持內容完整性的前提下 滿足時間方面的需求 在觀看這部影片之前 建議先觀看我之前出的 奇魂新合作剪評 我會把連結放在影片說明以及資訊卡 先簡單複習一下左衛這隊長的規格 隊長技要求隊伍中只能有人類女神株成員 機組輸出倍率9倍 寫回倍率2.2倍 奇魂系列額外2.5倍攻 消除水光暗其中一種時 全隊額外4.5倍攻 隊伍技要求戰友也是奇魂成員 給的演秒是必演5秒 燃燒年輔抗性 以暗珠起手時 會將入境碰到的電擊、凍結、弱化、化血、石化 與凝結障礙解除 拳間全100% 以角色珠起手時 該成員屬性珠首效一消 5C以上全隊5倍攻 奇魂系列額外1.5倍攻 且輸出無視固定連結盾與拼圖盾 敵魂系列每次發動主動技能時 會威壓敵方全體一級 威壓最多能疊加至3級 此時敵人的被損傷會變為2.5倍 如果開技的角色是左圍或是合體左圍的話 威壓會直接提升為3級 這個威壓效果是控制技能 因此碰到無法控制的敵人時會無效 主動技是第7 會對敵方全體造成1億點的水屬性砲擊傷害 且此傷害無視敵人防禦力與強化盾 還能在一回合內 讓奇魂成員2倍攻 再讓全隊的輸出無視反手下盾與連結像的盾 每手下一組珠子能加1C 還能讓奇魂成員的手屁肉珠 變為該成員屬性的強化珠 羈絆機是兩個加抗羈絆 手下有角色珠子最多能加2C 羈絆機的解鎖對量分別是小阿光與小塔之亮 左衛與小阿光相連的實能合體 合體後對長技的輸出配率會提升約23% 隊伍技的兼續效果升級為全兼全150% 對於障礙珠的抗性升級為全部的珠子都能觸發 而不再限制按珠起手 合體後的技衣會是左衛主動技的升級版 砲擊傷害從1億提升為2億 且奇魂成員的倍攻從2倍提升為2.5倍 技術算是全新設計的技能 這道CDE 蓄能型技能 點選法陣上的珠子兩次 並把第一次點選的珠子轉化為第二次點選的珠子 但數量限制是累積回合數加1 且第二次點選的珠子只能是水光暗其中一種 同時還會讓自身追打相應次數的水屬性攻擊 累積5回合以上的話 追打效果則提升為無屬性及無屬性攻擊各一次 且傷害量都是100%的自身輸出 開技後會將累積回合數減半 而且左衛身為奇魂系列成員 自然也能觸發黑白紙隊伍技 這個隊伍技的發動條件是 隊伍有三張以上的奇魂成員 左衛隊伍技要求戰友也要是奇魂成員 因此這個限制等價於 隊員還要再放一張奇魂系列成員 要注意的是 合體後會被判定為一張卡 因此如果要玩合體配置的話 會要求剩下三個成員 還要有一個奇魂成員 進場即每回合結束時 盤面會出現黑紙與白紙各三粒 每消除一粒黑紙位置的珠子會加2C 每消除一粒白紙位置的珠子會加2EX combo 且消除後該位置的黑紙或白紙會消失 首效黑紙數量大於白紙數量的話 奇魂系列CG-1 首效黑紙數量小於白紙數量的話 則會減少50%被損傷 首效黑紙數量等於白紙數量的話 能同時觸發兩個效果 之後來分析這個隊伍大概的規格 輸出方面 組全合作的話 合體前平砍大概1000億 如果有發動角色出的首效一消效果的話會更高 這輸出我覺得沒話說 再來看到生存方面 10血13萬左右 但有不少撐血的隊伍技 虛血會是10血的兩倍 畢竟黑白紙隊伍技有給50%的減傷效果 隊伍技全堅權100% 最有霸彈艱辛 這磁血我覺得算沒想壓線 很容易破壞障礙 對魔能力沒話說 只有回覆規定會比較麻煩 之後看到隊伍抗性方面 內線燃燒與黏斧抗性 以暗珠起手時能將入境碰到的 一堆種類的障礙給直接解除 黑白紙隊伍技還給了加C的效果 基礎的抗性幾乎全給 但防鎖碎裂灼熱這種高級的抗性沒給 最重要的速攻也沒給 我覺得整體來說算中善 最後看看解斷能力方面 隊伍技可以讓奇魂成員 無視固定連擊盾與拼圖盾 左衛主動技則是能讓全隊 無視反手效盾與連擊槍盾 以常見的盾來說 基本上只剩下 工錢盾與恩蜀盾需要處理 剛好大阿光戰友能一次解決這兩個問題 在消除水木光其中一種珠子的前提下 大阿光的隊長技能讓全隊的輸出無視恩蜀盾 而大阿光的主動技 則是能讓他自身及身旁的成員 輸出無視攻錢盾 換句話說 左衛戰友選擇大阿光的前提下 隊伍的解斷能力是非常誇張的強 這樣子看起來 在戰友選擇大阿光的前提下 左衛在合體前就已經是個 輸出偏高、對魔很強 抗性不錯 但解斷超強的隊長 石虛血相較來說沒那麼亮眼 因此主要能克服石虛血問題就夠了 這個隊伍還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手效益效這件事 隊伍技有一個能力是 發動角色珠子 該成員屬性的珠子會有手效益效的效果 因此如果要讓其他系列的卡來打工的話 這些卡勢必無法觸發加速效果 畢竟加速羈絆要求 發動角色珠且手效沒有角色珠 除非剛好有暴風或是碎裂等敵技 阻止我們手效角色珠 左衛相較於其他人類合作隊長來說 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他是神族 因此能裝備浮化武裝 這個優勢在月挑戰LV實在蠻明顯的 然而因為隊長技是人類與神族硬限制的關係 左衛打再二級的優勢很低 再二級只要禁止人類進入的話 左衛的隊伍規格就會降低許多 畢竟沒複製左衛就沒黑白子隊伍技 就算用了複製左衛也會讓隊伍自由度降低 接下來看到推薦的隊員 甚至奇魂合作 鼓勵我們隊員放奇魂系列的卡片 先不說隊長技的額外配攻 黑白子隊伍技要求 隊中要有三個以上的奇魂成員才能觸發 甚至絕大多數主動技的效果對象或是發動條件 都點名奇魂系列 因此我在推薦隊員的時候 會特別區分奇魂系列與其他系列 這次有幾張奇魂系列的主動技 用法比較不直觀 甚至某幾張卡主動技的敘述方式 會讓我們低估這張卡的實用性 黑白子隊伍技的加速對象直線奇魂系列 因此奇魂系列的卡技能能轉極快 基本上可以視為是CD除以2且無條件進位啦 CD7跟CD8是幾乎一樣的 畢竟在每回合觸發加速隊伍技的前提下 都會在洗4回合之後跳 首先大家光 這張卡真的很特別 乍看之下用法很直寬 配合隊長技的話 可以彌補佐圍隊伍的解斷缺口 不過它的主動技其實有一個地方會讓人誤會 能力1的第一條能力寫到 發動技能時 會解除奇魂成員的休眠與疲憊狀態 但這倒是可以隨時關閉的常駐技能 其實在關閉時也算發動技能 因此在關閉時也可以觸發解休眠與疲憊的能力 第二張推薦的隊員是大塔子亮 剛剛在規格分析我有提過 隊伍整體的規格算高 但實虛血相對沒那麼亮眼 因此可能會需要防禦型技能去輔助 然而奇魂系列的防禦型技能真的屈指可數 甚至連減傷這種基本款都從缺 大塔子亮的主動技是跨3回合的更新 而且還有很高的附加價值 有更新效果之後 基本上就不用減傷技能了 因此在關卡對於虛血有所要求的時候 大塔子亮會是很重要的隊員 第三張推薦的隊員是續方金刺 剛剛我有提過 奇魂系列的防禦型技能很少 而續方金刺就是另一個選擇 這套CD7 點選法陣上的珠子兩次 引爆這兩種珠子 並掉落暗忍珠強化珠 還能在一回合內讓自身攻擊力4倍 在自身輸出擊中敵人後還會擊暈敵人 並使敵人無法行動兩回合 在回合末的時候 自身會進入一回合的疲憊狀態 CD7的兩回合無法行動 考慮黑白紙隊伍技的加速效果的話 覆蓋率非常高 而且這張卡還帶有很強的結板效果 雖然說左衛的主動技 可以讓全隊的輸出無視反手小盾 但隊伍處理追擊零化的手段是很少的 如果碰到很麻煩的追擊零化 就可以靠續方把障礙數點掉 第四張推薦的隊員是蒼田 這是第二週才會開放的副本卡 能解鎖奇魂系列 並在一回合內 將首次移動珠子時經過的路徑 轉化為騎手珠 回合末時還會將全版轉回新強化珠 這張是奇魂系列相當重要的解鎖卡 而且附加價值也蠻高的 路徑轉珠效果可以無腦觸發黑白紙隊伍技 而且還可以依據騎手珠處理30珠盾 怕隊長技的被攻無法觸發的話 也可以配合左衛主動技的弱珠效果 再回合末時還會將全版轉回新強化珠 配合角色珠以及手效一效的隊伍技 也不怕輸出不足 長田的出現 我覺得讓騎鳴的價值降低了一些 騎鳴的主動技CD6 會將奇魂成員直行的珠子轉化為新強化出 並在一球內讓奇魂成員量被攻 隊中每多一個奇魂成員 開技後自身CD會簡易 因此在全奇魂隊也可以無限開 配合角色珠手效一效的話 每回合開騎鳴的玩法其實蠻爽的 然而這次合作沒有給任何速攻能力 甚至連武裝龍客都沒給速攻 騎鳴最快要兩回合才能跳 這種無限定版的玩法 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了 更別說這個定版限制非常多 因此我覺得這玩法沒什麼吸引力 真要說的話有吸引力的是 騎鳴這個角色 其他奇魂系列的卡用法都蠻直觀的 河谷能處理疲憊同時還能提供抗憤狀態 衣角會讓隊伍多18個打點 昆蟲大師月智可以處理碎裂與一不一傷 明日美可以處理雙十字 小阿光與小塔子亮都可以附加消除 但條件要求全隊都要是奇魂成員 最後看到非奇魂系列的推練隊員 左圍隊長技要求隊伍中只能有人類與神族 這兩個種族的牛光都非常強 因此選擇非常多 然而 隊長技的額外輸出倍率只有給奇魂系列 而且倍率高達2.5倍 不管是左圍隊長技還是大阿光隊長技都是如此 考慮雙隊長的話 奇魂成員的輸出 會是非奇魂成員的6.25倍 再考慮隊伍技的話 奇魂成員內建的9.375倍功 反過來說 非奇魂系列成員的輸出會很難看 在組隊的時候 請盡量迴避非奇魂系列的幾張角 因為他們的價值會降低許多 就算不考慮幾張角 人類與神族能用的好隊員還是超級多 但以解斷缺口來說 我覺得阿阿敏非常適合這隊伍 阿阿敏主動技與變身後的技衣可以還原碎裂 還能提供追打效果 變身技衣可以輸體自爆 變身後的技衣可以長處50%減傷 在提供防禦型技能的同時還有極高的附加價值 我覺得這次合作就缺少阿阿敏這種好隊員 這也說我為什麼會在簡評中點名他的原因 靠防禦型技能克服虛血問題固然這個方向 但如果要讓遊戲體驗更好的話 我會建議放更多的定版 畢竟這次合作的定版 都有綁定奇魂系列 不管是小阿光的炸豬 還是蒼田、藤其明的轉星都一樣 尷尬的地方在於 大阿光的主動技 在開技時會記錄當下的盤面 問題來了 如果沒有配合好看的盤面的話 記錄盤面的效果就會被浪費 名副其實的記錄個寂寞 人類與神族定版的選擇就真的超級多了 月亮、靈密、兵長、虎杖、五條物、帽包子 我隨便講就六張 而且這些還都是經營年初的卡 基本上防禦型技能與定版會優先考慮 如果要放相對應的解斷角的話 記得先釐清解斷能力缺口這件事情 其他的隊員就看關卡需求去選擇 以上就是我對左圍、組隊概念的分享 下部影片的主題會是 塔二絲一邊放完簡評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掰掰 下部影片見 下部影片見 先結束 下面 播放